据海美报道,30日上午,警方接到有人报警称要炸死APINK,并在音乐类节目音乐银行现场设置了爆炸物。 随后,警方迅速出动前往首尔KBS如一岛新馆,采取保护行动。 KBS工作人员表示,已经让录制现场的歌手和粉丝转移到安全地带。 警方与爆炸品处理队已出动,正在确认爆炸物是否存在。 另外,目前警方推测,此次对APINK进行死亡威胁的和之前死亡威胁的很有可能是同一人所为。 有KBS相关人士表示,目前警方的搜查已经结束,调查结果显示没有异常。 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,今日音乐银行的事前录制以及节目直播将正常进行。